稍微提一下 比如包含什么 因为我们这个环境稍微复杂一些 主要是 一定要先下载Python 所以 基本上我们下载Python之后 再把Eclipse的下载 Eclipse不用安装 只是说它要加一些外挂 你上个礼拜挂完之后 这礼拜就不用了 因为 它都已经存在低跌 只是说 像环境变数还原了 所以它环境变数可能你要重新设定 不过其实环境变数设定 不设定好也没有关系 那我后面会讲 基本上要怎么把它恢复很简单 你只要第一个 先找到低跌 所以我们在这个已经还原了 不过没关系 那主要会有几个目录 因为这边很乱 这个Eclipse 这个是Python的 那这个是Wallspace Wallspace放什么 你之前的专案跟你的Marcho 都放在这边 也就是你开起来的话 它会自动开这个 这个 Workspace 那我之前有讲过了 我会把那个一杠改成底线 Workspace 工作区 然后 基本上呢 它上一次的东西也会 储存起来 所以我只要怎么 把Eclipse打开 它基本上就恢复了 什么事也不用做 你顶多是说你 假设你Python又 跑掉的话 你可以再到那个 外挂不用再挂了 不用再什么 Astore new software 这个 不用了 一次就好了 然后另外的话就是说 这个 我们讲过那个Pydev这边 这个Python里面的 Pydev这边 你可以看到 Interpreter这边应该也 不会跑掉了 理论上除非说你的 Python的路径 重新安装 像现在3.7 也许它之后又有3.8 那你又惯了3.8 你可以 去remote 重新再new 重新选3.8 进来 可不可以 OK或者说你 这个Python的路径跑到别的地方 你再重选 就怕说有些同学 上次安装 Python的时候忘了选到D 选到C 那现在不见了怎么办 没关系 你再把它灌到D里面 去找到就可以了 这个动作主要目的是说 把Eclipse 跟Python串接在一起 因为 Eclipse没有那么聪明 他不会知道你的Python 存在哪里 那你只需要告诉他说 在那边就可以了 所以我们 之前new一下 browse一下 跟他讲说我放的位置就在 我的D底下的 这个 Python的那个 这个路径 然后这边点一下 主要是找到这个Python的执行档 开启就可以了 那另外还有一个 未来 什么时候可能还要变更 因为还有时候之前有同学 发生什么状况 一直城市发生一些奇怪的状况 环境好像乱掉或坏掉了 那我就跟他讲说不然这样好了 你就直接把你的这个环境砍掉 砍掉之后重灌一下 有时候环境就OK了 有时候 不太知道为什么会 有这种情况 不过砍掉重来也是 比较快 不然有时候找不到问题 点 那这边可能要注意一下 知晕 議了 说 订阅 解决